这是我家抽油烟机 里面的管道被老鼠咬破了 打算自己动手维修 能自己动手绝不花钱请师傅 本来打算用板具开一个维修孔 由于操作空间太下窄 板材完全不好去 在网上买了个微客式的万用宝 简单拍个拆箱视频 松开固定螺丝 安装专用的木材锯片 然后固定 安装电源通电测试一下 机器前方有MVD光源照明 6档可调速 整机质感相当好 这下开孔应该会方便太多了 开杆 终于弄下来一块 发现空间还不够 继续锯锯锯 终于够空间了 取下破损部分管道 用这种带螺丝的金属孤带固定管道 接上电源试一下 抽油烟机终于可以用了 发现管道还是会动 用胶带固定一下 检查下有没有漏风 终于修好了 用吸尘器吸除木屑灰尘 搞定 一个人口 الله 太神 勧生的